大陆上海外滩跨年夜的踩踏事件 造成36人死亡 其中也包括一名台湾女孩 事隔三周之后 上海市府公布了调查报告 针对11名官员做出了惩处 四个人遭到了撤职处分 同时报告里也坦诚在事发当晚 的确有多名上海黄浦区政府的主要干部 花费公款前往日本餐厅享用大餐 要好退 要好退 密密麻麻的人潮 权翔挤进外滩倒数跨年 却不幸酿成36人死亡 49人受伤的踩踏意外 而究竟谁该为这起事件负责 大陆官方在事隔三个礼拜后 针对调查给出回应 今年倒计时活动 安全保卫工作方案中 仅仅对外滩员 新年倒计时活动 进行了安全评估 没有对外滩风景急需 安全风险进行专门评估 除了针对外界先前质疑的警力配置有误坦诚事算外 跟证实事发当晚的警力配置不足 108名城市管理和辅助人员 100名无警 安保人员配置 严重不足 检调报告中特别指出上海黄浦区政府 要对这起踩踏悲剧负上主要的责任 更一并惩处黄浦区11名官员 其中4人遭到撤职的处分 此外外传当地政府多名领导干部 在外滩意外发生时 与附近的一间高级日本餐厅用餐 上海济检监察机关调查后 证实黄浦区委书记周围等官员利用公款吃喝 违反大陆中央八项规定 当时当天晚上又有活动 它呢也是类似于自助三性子的 所以营业的比较晚 拿了一些野心碗 吃吃面条 把那盒上了点饮料 那么问题比较严重的是 它上了清酒 上海踩踏意外死伤惨重 扶上海出差的台湾人周一安 更在这期踩踏意外中不幸罹难 另外两名同事受伤后反胎疗养 但上海官方21号发布的调查报告中 只针对责任做出惩处 相关的赔偿问题并未做出说明 接着影片与综合报道